各位,我是Melbourne,現在外面是落著雨 天很暗,雖然是下午3時左右 因此我開了領頭燈 所以燈可能有點改變 我的燈是黃光,外面是藍光 希望樣子不會太人 也很適合讀這位朋友留下的留言 這是關於香港的學生在唱國歌時 唱法國的其他歌曲 這是對我們國家對自己民族 是非常之...沒有... 非常之頑皮的一個做法 不對的做法 他說出中國哥哥義勇軍進行曲的寫作背景 我讀給大家聽 他說 別了白髮瘡瘡,體弱多病的父母 別了可愛乖巧,極衰栽培的兒女 別了相愛相親,憂戚與共的愛人 我們中國的中華兒女奔赴戰場 為了保護祖國的山河 為了保護同胞的生命和財產 為了中華民族的明天 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距 促成這個新的詳情 用自己的熱血 抱寫出異勇軍進行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這是每一個有血性的國民 應有的情操 把我們的血肉捉成我們新的詳情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的人的炮火前進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回憶 那個慘粒、慘遭郵論、極極可危 隨時亡國的歷史時刻 複製著國憂、為國擔憂的中華兒女們 在戰場上拼搏撼的戰士們悲壯 萬里長空且為中魂舞 如今當我們唱起國歌 聽起國歌的時候 有沒有上起這個慧國的中魂 有沒有上起這段可歌可入的悲壯歷史 請為慧國捐虛和保家慧國的中華兒女 他懷起起碼的崇經 無論你是否中國人 認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對一個民族的尊重 不是大家常怪後面的普世價值嗎 其實就算是其他國歌 在其他場合奏起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應該對別人的國歌 有一定的尊重 做不到這點 你不算是文明的人 你一點都不文明 這個文明仍有的基本的對別人的專技 你做不到 在一個學校入面 在學校入面的開學典禮 在香港屬於中國的地方 當國歌奏起時 就算你不唱 不懂唱 都應該是縮立 莊嚴地聽其他人唱 做不到這點 你沒有教育 很簡單 你沒有教育 你不是一個文明人 你不是我明白 對無論哪一個國家的國歌 都應該有同樣的尊重 就算當時奏起的是中華民國 那個國歌 你都應該一樣尊重別人的國歌 做不到這點 不合格 是一個不合格的表現 我不知道那個學校的校長 以後會怎樣教他的學校的學生 但我希望就是 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國歌響起 最小的態度就是要尊重別人國家的國歌 這樣都做不到 何況這個是自己的國歌 很失望 真的很失望 也很感謝這位朋友 寫得這麼漂亮的一段留言 我讀得不太好 但我相信大家都會感覺到 他的愛國熱情在這裏 希望香港人記住 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我們在流的所謂龍的血 是中華兒女的血 生在哪裏 都是中國人 死亦都是中國魂 希望大家謹記這件事